另外一个战场来关注以色列总理 纳坦亚胡对于进攻拉法的态度 完全没有改变 踩过瓦砺碎片 以色列士兵再进到建筑搜索 搜到一半又连环开枪 怀疑楼层中还有哈马斯藏匿 这栋建筑就在已军几个礼拜前 就开始加强扫荡的南部哈马德社区 这里高楼林立搜索过程相当费时 相关的画面也显示 以军似乎没有要理联合国安理会的停火决议 就连北部西法医院附近的建筑 都还是有激烈交火 画面中以军突然大吼 因为发现房间内有哈马斯丢出手榴弹 除了真实战火 其他加萨百姓也持续上演另一场战争 这是一场抢夺物资的大作战 由于各种食物缺乏加萨居民得天天抬头仰望天空 然后死命狂追物资 就连物资不胜落海都不惜冒险奔进海中 最后因为海浪太大导致多人溺断大海 这月也不断有降落伞故事 导致物资砸死人的悲剧发生 至于以色列多次放话要进攻的拉法 周三又有空袭发生 炸垮一栋建筑 居民从深夜徒手挖掘到天亮 却只能抬出更多遗体 甚至不禁怀疑起以色列是想报复安理会决议 美国各层级的高官 这礼拜轮流苦劝以色列 但以色列就是听不进去 以色列总理周三和美国两党议员谈话时 态度也没变 他认为以色列距离胜利 或许只剩下几周的时间 拉法难民理应配合搬家 义军这几个月从对加萨的战争 到西岸的高压反恐 各种赶进杀绝行进争议越来越多 民众一觉醒来又看见外头地面 流下斑斑血迹 以色列从一开始成为哈马斯突袭下的受害者 到现在已经被联合国人权专家冠上 种族灭绝罪 甚至还和美国关系闹僵 虽然以色列一度因为不满 美国在安理会投下弃权票取消华府访问 不过他们周三又改变主意 同意在派遣战略专家 到美国商讨有关拉法的后续计划 美国方面也透露以哈停火协议虽然卡关 但还在进行并非没有希望 也行滚 综合不到 经过170天的僵持 超过3万加萨人死亡后 大使举起手 美国终于放弃动用否决权 在最新安理会的立即停火决议案 投下弃权 现场掌声响起 这份手渡通过的决议案 敦促尾巴双方在斋戒月立即停战 并呼吁促成长期 而且可以持续下去的停火 同时要求哈马斯释放人质 美国不再挺到底 以色列相当生气 人在美国的以色列防长 站在白宫前放话不停战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也在决议通过后 马上取消访问美国的行程 其实联邮国决议并没有强制力 会不会停火 还是得看以色列脸色 以军目前仍然在西法医院 扫荡哈马斯 这场战争 纳坦雅胡恐怕还想继续打下去 埃及边境路边停了不少救护车 还有两排物资卡车车楼 全部卡关等着进入围墙 另一侧的加萨 如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 特别抵达关口向以色列喊话 出了这道关口 就是加萨的拉法市 当地有100多万巴勒斯坦人 大约全加萨一半人口都在这 但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执意要入侵进攻 才刚见过命的美国 国务卿布林肯还说重话警告 确实反以示威怒火在全球各地蔓延 二三号南美国家致力民众 更上街抗议 要求政府和以色列断交 就连以色列国内已经好几天的抗议 都在大喊赶紧停货 释放人质为优先 示威场面甚至更激烈 海人把纳坦雅胡的照片 放在哥伦比亚大毒箱 埃斯科巴的大头罩旁 要求纳坦雅胡赶快下台 但国内再怎么反对 以色列军队在加萨的行动 还是没停过 哈马斯声称 以军二十三号 还向等待援助的平民开枪 造成十九死 以色列则否认 不过以方则进一步透露 他们在加萨市的西法医院 扫荡了好几天后 已经击毙了一共 一百七十多名武装分子 TVB也希望找不到 以色列证实 哈马斯第三号人物擅长藏匿 被称为影子人的伊萨 遭乙军击毙 这也是以色列开战后 击毙的最高接哈马斯官员 同一天在以色列住安曼大使馆前 警察把抗议民众压倒在地 数以百计的抗议民众 毁舞巴勒斯坦国旗 包围以色列使馆 但人质家属则选择力挺政府 坚持人质或事前 绝不该停火 以色列也声称 哈马斯拒绝讨论休战协议 阻碍了人质谈判 遭到美国国务院打脸 面对来访的以色列国防部长 美国持续关注加萨目前的人道危机 埃及红星月会送热食汗面包到加萨 英国25号也第一次单独空投物资到加萨 提供超过11顿粮食援助 但对于加萨人来说 恐怕是杯水车薪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三组人逐鹿白宫 美国总统大选突然变得更加白热化了 好 接下来关注是这个因素 其实非常冲击拜登的选情 就是以哈战事 现在以色列军方宣布 击毙了哈马斯高层三号人物 他是10月7号大屠杀策划者之一 而以色列军队的攻击 让加萨的平民不断的 有更多的伤亡数字累积 美以国防部长的峰会上面 美国的防长奥斯汀措辞严厉 希望以色列重视加萨的人道灾难 对于加萨百姓来说 战火已经半年了 他们的饥荒变成日常 北部滨海城市 有大批民众争抢空投的物资 景象非常混乱 有的人甚至想去捡 掉到海里的物资 12个人就因此溺水身亡 天空中大量降落伞 缓缓靠近地面 民众不断嘶吼 直直朝这批空降物资冲过去 就怕晚一步得继续饿肚子 在加萨北部滨海城市 拜特拉西亚 25号这天盼到了一批救援物资 但空投地区靠近海滩 幸运在岸边处捡到物资箱的人 高声欢呼 为了这一点食物 他们都是长途把射而来 眼看岸边物资都被抢光 有人奋不顾身往更远的地方寻找 只剩一颗头浮在水面上 但物资都沉入海底 造成许多民众当场溺水 被救上暗时已经奄奄一袭 就算知道有人溺水 但为了物资没多少人在帮忙抢救 估计现场至少12人因此丧命 根据援助机构资料显示 由于以色列对加萨的地面 和空中持续发动攻势 从去年10月7号开战以来 只有约五分之一的所需物资 进入加萨走廊 三个婴儿排排躺在地上 不断嚎啕大哭 加萨中部城市戴尔拜来赫 一所医院外搭建的临时帐篷 让刚生抢完的妈妈们 进行抢后照顾 一口气生下三胞胎 自己在怀孕后期被降火逼着四处逃离 一直没有好好修养的他 肠后身体相当虚弱 但孩子们全指望他 只能每天努力哺乳 让三个儿子活下去 随着加萨饥荒快速恶化 埃及红星乐会在穆斯林斋戒月期间 努力赶工 在专门设立的厨房里 工人们每天做出7.5万条面包 3.5万份热食和4.2万份干粮 由以色列克瑞沙洛边界关卡 透过陆路进入加萨走廊 在靠近埃及边境的拉法市 几乎看不到一栋完整建筑 孩子们在废墟中穿梭 没有童年脸上该有的快乐笑容 倖存居民唯一的希望 是联合国25号首次通过决议 要求加萨走廊在斋戒月停火 但以色列丝毫没有停火打算 加萨南部城市汉尤尼斯之名表示 就在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出炉当晚 他们仍度过了惊恐的一夜 正在华府访问的 以色列国防部长格朗特26号 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会晤 以色列的一意孤行 正导致与美国之间的关系逐渐僵化 这是以哈战争以来 奥斯丁对加萨问题发表措辞最强烈的一次谈话 美国在人道主义上希望协助加萨人民 但对于支持以色列的政策 目前还没出现变化 以色列军方发言人26号表示 又有哈马斯高层在本月的攻击中被启毙 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26号访问伊朗 会见最高领袖哈梅尼 双方重申互信支持 这也是哈尼亚从10月7号冲突以来 二度访问伊朗努力巩固后盾 也让以哈战争的结束越加显得遥不可及 TFBS新闻终合报道 要求他们支持听我 但我觉得这不太可能 这个纳南亚湖一定会蛋干到底 大概会像拉法进攻 这个世界上面最严重的一次人道危机 我们可以很悲伤的准备 看了这个悲剧可能会发生 好 郑老师 前面提到说习近平一直希望对全世界表达 把中国要和平发展 要跟多方与林为善 可是很清楚的 美国人并不想让中国人 得到一个发展的机会 特别是刚刚提到印度 就不用再讲了 印度是蠢蠢欲动 美国就给他填头 他连以前印度 其实跟俄国都非常好 这次俄乌战争之后 他们得了一篇又卖乖 事实上某种程度是往美国那边靠 更重要的是 现在美国人拿着菲律宾在那边生事 大家其实不太知道 最近是冲突是非常非常严重 大家都知道仁爱礁那个地方 已经好几次菲律宾介意要补籍 那就是要强行登陆 强行要扩大那个地方的占领 中央大陆已经用海巡 包括这个直接以及那个水炮 那个水炮听说威力很强 打了菲律宾的渔船 白旗都摇出来这边投降 投降 他们有一些军方还受得伤 但看起来菲律宾总统出来讲话 还要继续去干 那就表示说这是个难局 不只这样前阵还有个什么叫铁线礁 离菲律宾很近 他们就搞了所谓34个科学研究 考察人员要上去 然后就强行登陆到那个胶上面 跟随了一些日本的记者 日本也是我刚刚提到 配合美国那么惹事的 那通常他们说怎么办呢 他用了一招 他们用那个威力很强的直升机 就到那个小撒胶上面 用随身机这样弄弄 震得大家东倒西歪 最后乖乖的狼狈而逃 可是刚刚就在今天 中国的国防部的对外记者会的时候 记者就问 他说美国的布林肯公开就挑衅 说他们跟菲律宾是有军事结盟关系的 他们是要挺菲律宾的 他说美国的菲律宾的政府 还启动一个叫做 全面群岛防御规划的一个战略 那该怎么办呢 中国大陆国防部的发言人士就讲说 中国大陆立场很清楚 反对外来的介入 反对外来的侵略 包括你美国人整个就是 他讲明就是美国你在那边推动 在那边惹事 美国你没有任何的正当性跟权利 可以来介入 就算你跟菲律宾讲说 你们有什么联盟 意思是说中国也不会怕 你要就来 所以我看这个地方 如果以菲律宾这个马可思 一而再再而三 受得错他还是不错 所以双方大家就绞尽老师 到目前只是没有真刀实枪 可是看起来美国人是很希望 能够做到擦枪走火 那中国当然不希望这个时候 真正产生战端 用尽各种智慧 用尽各种方法 能忍 能让 能处理 但是我们一定要看到 美国这支黑手 如果 想看最完整的 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